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减退 确诊患者数字继续居高不下 截至昨晚内地累计确诊于74000宗 死亡2006宗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公患警告 新冠病毒未来很可能像流感病毒一样 最终与人类长期共存 需靠疫苗来预防控制 而非像沙士SARS 一样透过严格隔离控制最终消失 湖北轻病患者仅50%被发现 杨公患指出流行病学常说冰山现象 所发现的病例就像是大海中看见的冰山山顶 海平面下还有更大的冰山 轻病患者不可能100%被发现 湖北可能只发现了50% 真实感染数字无法说清 只能称为报告的确诊病例数 根据中极控早前发布的报告推断 近6200宗确诊病例在上月20日前发现 但同日上报官方的确诊病例只有291宗 按此推断 1月20日前病例发现率不到5% 沙士后社直报系统官员无用 对于湖北封城的决定 杨公患认为 按当时情况 不封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大爆发 湖北日新增病例如下降至两位数 才有可能解除封城 同时亦要考虑中国医院系统存在的固有问题 中国医疗资源的配置 在不同级别的医院实际上是不够 分级诊疗系统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果这些基本问题未解决 贸然解封可能导致患者涌到大医院就诊 加大新冠病毒传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